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种路况驾驶模式 坦克式转弯 这一切都说明我身边这个铁家伙是一辆纯粹的硬派SUV 它就是哈佛H9 2020款哈佛H9不论从动力还有机械素质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 关于它的越野能力无需我再赘述 我相信您也看过不少关于它翻山越岭 汤水过河的视频和文章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测试它的驾控安全性 我们看看这个自重超过两吨的家伙 它表现的如何 它是否对得起它旗舰SUV的身份 首先呢 我简单体验了一下这个车的日常的驾驶的感受 应当说呢 非常人性的话 那比如说啊 它是偏向比较舒适 特别是这个悬架呀 这个行程的相对比较长 虽然它是一个硬派的这个越野性能非常强的这种SUV 但是呢 它也不缺乏这种舒适性 再有呢 行驶过程之中 我呢 感觉它的这些电子服务的系统呢 也是非常到位 非常人性化 特别要值得提的一点 就是这个车的加速性能 让我感觉到超乎我的想象 这么自重超过两吨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伙 我在路上提速超车 真的是随心所欲 这就是我 感谢观看 使这个哈佛H9通过绕桩 迷路以及定源三项对它的减震系统进行了一个动态的测试 那么分别的说 在蛇行绕桩的过程之中 我通过的速度最高时是达到了每小时55公里 大家看它的动态表现真的让人有点揪心 甚至从外部看的两轮有离地的现象 这就说明这个车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悬挂系统还是有一些偏软 但是它的迷路测试真的让我感觉很欣慰 62公里时速两吨的自重 在迷路测试当中 我驾驶感觉还是通过迷路测试比较轻松自如的 而且可操控性是极强 那么在定源测试当中呢 我也感觉这款车呢 它虽然速度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水平 但是车辆的稳定性和可操控性应当说表现的是不错的 通过这三项的测试 我给这个车整个悬挂系统 它的打分是14分 刚才呢 做了一个这款车的零到百公里加速的这样一个测试 真的让我特别兴奋 为什么呢 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车 它搭载的是2.0T8AT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和变速箱 那么它的表现呢 真的是让我很惊讶 百公里加速9.5秒 这个成绩虽然不是说特别的惊人 但是从这个车的表现来讲 让我感觉到很吃惊 我们0到百公里加速的评分标准 7秒以内是优秀 7秒到9秒是良好 9秒到10秒是及格 10秒以上就是不及格 那么虽然它在及格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它的加速性能可以说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 没有感觉那种很费力很吃劲 就是很轻盈 那说明它的发动机功率的输出和变速箱的齿轮比配合 应当说是非常非常默契的 我根据自己的驾驶的感受 真的我想给它打一个很高的分 但是没办法 我只能按照我们评分标准去做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 我仍然给它打了一个14分 如果要能够允许打高分的话 我真的想给它打到18分 刚才呢我驾驶的这款哈佛H9的车 在不同摩擦吸数路面上测试了它的ABS和ESP电子稳定系统 那所谓不同摩擦吸数路面就是两边的路面铺装材料是不一样的 右侧我们看到它是大理石铺装的路面 左侧是我们板油铺装的路面 这种路面可以测试车ABS和ESP它的表现 那么刚才呢我们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前行驶 而后呢紧急制动 大家看那这款哈佛H9 它在这种不同摩擦吸数路面上的表现 还是中规中矩的 它的表现呢前段和中段应当说还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呢到了后段的时候 特别是车将要停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向左跑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对于我们的测试项目来说 这一项是对ABS和ESP一个比较严格的测试 这也是我们在路上遇到这种路面 车辆它安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这个测试当中给它打一个13分 我刚才呢驾驶这款哈佛H9 做了一个百公里到零紧急制动的测试 那么通过这个测试呢 实际上我内心里感触很多 首先呢我就是想说 我们现在国产品牌的这些厂家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不论从我们车的美观 以及车的驾驶舒适性 和驾驶的服务的多样性来说 比国外的车要有很多的优越性 但是从车辆基本的这些可靠性 我们还真的有待遇提高 比如说刚才我做 百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的测试 前两次测试的时候 我感觉制动的效果非常好 那么到了后三次的实验的时候 我就感觉一次比一次制动的效果差 那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 我们39米以内的制动距离是良好 那39米到44米是及格 超过44米就是不及格 五次的实验当中 最好的一次制动的距离是45.1米 那么最差的甚至超过了47米 那么按照这个成绩 我现在给它打分 只能给它打一个十分 在这点上呢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家呢 既注意我们车辆的驾驶的舒适性 服务的多样性 以及我们车辆的美观 同时更应当注意 我们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和驾驶的可靠性 把我们有限的这些精力 用在我们车辆的机械性能 安全性的方面 这样我想呢 会是我们车辆发展的长久之道 通过我们测试 对我身后这款哈佛H9 我们有了一个总体的得分 这里边可以重点说的呢 就是它这个车的配置应当说是比较高的 在整个配置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配置得分是17分 最后我们给这个车总体的评分是68分 综上所述呢 我们这些测试的数据和测试的感受 只是我们场地内的一个测试的情况 我们日后呢 还会找机会驾驶这款车 进行长途道路和越野的驾驶 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 实际道路和长途越野驾驶的一些感受 再展现给大家 从这款车的诞生到发展到今天 我是有目共睹的 我还清楚的记得 03年的时候 我当时带领众多的队员 去进行长途驾驶的训练 当时由于我们需要购置一批新车 有人建议我去买长途的车 因为我当时对长途品牌一概不知 所以呢 我当时就否决了买这款车的这个决定 我认为当时还有一个特别 现在说起来 这款车的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